哈囉 大家好 我弟在阿周又見面 好久沒有拍影片了 那今天早上到公園運動 運動完後就想說 順便拍一支影片 跟各位聊聊天 那我今天要聊的東西就是 有關於AI智慧 AI方面呢很簡單 你只要網路上 跟你朋友聊天的過程 被擷取了聲音、影像 它只要5秒鐘可能就出影像 還有聲音檔 讓你覺得好像是在跟親友聊天 其實不是 如果詐騙敵團利用這種方式 在跟你借錢、吊錢等等的 我是覺得你有可能會上當 那我有一個好的方式 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跟家人當面的時候講的 一組、兩組、三組的密碼 例如你可以設定密碼 從A練到D就說密碼 A練到D他也不知道 因為你們是當面在講的 或者設定一組密碼 就是例如呢 遇到總統車隊要怎麼樣 就讓他理讓 千萬不可以比中止 這也是一組密碼 這是現在時事的 我相信他不會 甚至你跟他說 你認為某件事情 某某某 跟某某某是什麼關係 像這種東西他不見得會知道 例如舉例來講 現在你的兒子 他們老師 跟他們同學之間有什麼 一個議題等等的 平時聊天就可以把這組密碼設定起來 這樣的話他根本沒辦法破解 你設定三組密碼 但是固定時間或不定期的 你就把你設定的三組密碼給改掉 那我相信 這個AI他就不知道為什麼 他用視訊跟你影像的 這些相關的 他已經是從你平時接觸到 他有可能木馬城市直路之後 取得你們共同一些在講的事情 可是你當面在談的事情 並不是在你們 電話中或影像中 去跟他談的 或電腦中去交談的東西 我相信他沒辦法 甚至你也可以要設定五里頭的 但是為什麼我說要設定三組 五里頭他可能破解一組 他要同時破解三組也不容易 你也可以說 設定密碼 通關密碼是什麼 通關密碼 你可以練 撲破幕後練到底 如果你有本事練出來就厲害了 可是電腦他很容易練出來 可是你們設定密碼不是 大概就是這樣 以這種方式去破解AI 可能是一個影像 在跟你談這件事情 那我相信這種設定密碼 他沒辦法破解 因為你們是當面見面 設定好的密碼 好嘞 這個視頻就拍到這裡 好 與大家分享 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我們後會有趣 忘了提醒各位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個讚 同時幫我開個小鈴鐺以及訂閱 感謝您 感謝您